欢迎回来,感恩您点进来我的视频,我今天会分享美味香辣咖喱粉洋葱煎蛋食谱,希望大家会喜欢 相信大家对洋葱蛋一点都不陌生吧,下次记得要试一试我这个食谱相信你也会喜欢的 咖喱粉不会辣,相信不吃辣的朋友也可以接受的,味道很香和甜甜的洋葱味道很搭哦 赶紧关注我的频道顺手收藏食谱啦,不然还真怕你找不到我了 一起开煮吧 香辣洋葱蛋 材料有洋葱、鸡蛋、洋葱去皮切粒 鸡蛋打算调味备用 调味料 一茶匙食用油 一茶匙盐 一茶匙咖喱粉 热油 把洋葱炒软 倒入鸡蛋 煎熟 底部熟后翻面继续煎 想要完整漂亮的煎蛋,可以把鸡蛋倒在盘子上,然后倒扣盘子继续煎就可以了 把鸡蛋倒在盘子上 摆盘啦 可以开吃了 希望大家喜欢我今天的食谱分享,别忘了要把这美味食谱分享出去给家人朋友哦 还没有关注我频道的朋友,也别忘了要关注哦 怕你要做这食谱的时候找不到我哦 喜欢烹饪的朋友不妨考虑关注我的频道,有更多美味食谱哦 如果可以,请给我一个赞,是给我最大的鼓励,感恩大家 我每日都会上传双语视频食谱分享给大家,中午是中文视频,晚上八点半为英语版本 欢迎大家关注收藏食谱,记得要关注我的频道,那么就不怕找不到我了 我每天都会分享美味食谱,不要错过了 谢谢观看我们下一个视频,不见不散啦